我二十多歲開始一問就問為什麼是我的 我有姐姐、有弟弟,我剛巧就中了獎 那又如何呢? 我叫Gary,香港銀舌病友會的主席 那我自己就有銀舌病這裏都很多年了,二十多年了 我自己知道是有遺傳的 那因為我媽媽,我外公,我舅父都有這個銀舌病的 那我二十多歲開始有的 那我自己最初那時候都不知道是銀舌病的,老實說 我最初是去菜馬會佳證那裡先看 那醫生其實沒什麼方法都是給一些藥膏,查一下 其實越來越差的,都沒有什麼改善到 那後來就轉介了我去專方門診那裏 那專方門診其實都要等一段時間 可能那時候都要等半年、九個月了 最初那時候都是在頭皮 那後來越來越發得越來越大 就主要是在髮線的部位 就是這些部位,發射,耳製後面這些 慢慢一粒粒起的 那最初我以為都是濕疹壓力大 但是不管它 那就越來越多了 後來就去到背部、腳、全身 我最嚴重的時候應該去到 有八、九成的皮膚都是這樣 那最初那時候醫生都當作濕疹的 老實說,未必對症的下藥 就擔悟了一點時間 那後來去到專方門診那裏 一望就看到壁裏分明 那已經知道是癮症病了 我自己試過去游泳 整身有八、九成皮膚去 其實知道不會傳染的 但是公眾就對皮膚病病人 去公眾泳池游泳就很大戒替 我也試過給其他泳客指著我說 這個人有皮膚病 為什麼可以進來泳池 但是那次就為了息事寧人 救生員沒有被人投訴 我又很懂得做 就走了就算了 自此之後 我就覺得有需要成立病人組織了 我曾幾何時都會有的 會想一下 究竟有沒有機會結婚呢 有沒有機會 我有下一代呢 我也有擔心過 會好像做了一個宅男 很自閉的 躲起來 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其實真的會 去傾向做了這些方向 皮膚問題引致到精神健康 就是完全估計不到的 可能有些人是睡得不好 睡得差 其實已經很輕鬆了 已經是 有部份就會比較睡覺 會比較疾俗一點 覺得 為什麼 我有這個病 是會問YMI的 一問就問為什麼我呢 看到病人都會不願意穿深色的衣服 怕脫皮 頭皮多 被人覺得 骯髒 去到哪裡都 一走起來 就整個 全部都是皮舌 有一段時間會有的 因為尤其是是很繁複的這個病 不是那麼容易管理得到 我又不是經常有錢用到生物細細 窮那段時間 沒有辦法 都要回頭 可能用傳統的口闊藥 或者用一些 茶藥膏的方法 看到一路自己叉下去 那一刻都是會有些沮喪的 當你知道好的時候 你曾經是好過 但是要回頭 怎麼差呢 不是那麼容易適應的 我會跟自己說 其實自己都不是最慘的 有人比自己慘的 安慰自己 放低一點點 只要自己不是那麼 看不開 就算是 差的時候 最多數多數次地 換了幾次衣服 就是這樣 回望回到 如果當年二十多年前 我有人說病的時候 我最初都是宅男一名 我都會跟他說 不要收藏自己 儘量開放自己 這個世界辦法更加困難 不是那麼自我中心 因為太自我中心 人會變成自卑 反而放開了心情 認識不同的人 認識全世界 認識這個世界 其實有一億二千五百萬的 銀絲病病人 都同樣面對這個困難 香港只是一個很少的地方 香港可能有四萬多銀絲病病人 你也是其中之一 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希望改變這個世界 或者改變香港現在的醫療制度 我們都是一個病人 我們想有醫生有藥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希望改變到現在這個事實